大家注意看 这个男主叫小帅 他附频道的订阅人数 实在是少得可怜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大家实在是太狠了 都还没订阅 我在这里拜托大家订阅 里面会固定更新直播 即直播金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即将开始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去这个桃园 秦普算桃园吗 中立 无聊 还在那边站中立 待会我们这个直接 还要下去第二站 再租第二台车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For 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 得您信赖 那我们要去下一站 桃园 Let's go 中立是不是 不能讲桃园 你现在就站桃园跟中立就对了 我没有站 你讲站是不是 我也会站 中立桃园是要站什么 中立人只会讲自己是中立人 内立其实在中立 但内立也只会讲自己是内立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分开的 嗯 不错啊 他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很好 我爱讲自己是天洞跟东西 应该可以吧 好不好 好啦 桃园见 中立见 我们今天走了多少向天小路啊 我们从台中要到什么 青埔 青埔 开了两个多小时 从龙潭开到杨梅开到浦星都在开这种小路 山路 好硬喔 你知道年纪大 晚上世界很差 很多都没路灯耶 古车的旅途这么的遥远 我跟你讲 我今天走了很多 省道 縣道 香道 都是走爬山的 然后来到青埔又不行塞车 又绕到浦星 又走小路又到这边 这个上下班时间的礼拜五实在太可怕 我今天风尘仆仆 台中结束直接赶在这边 来我来介绍一下车主 来来来来 怎么称呼你比较好 老油 老油 老油条老油 看起来比较少年 年纪比较大 看起来比较少年 为什么 听说自己也要拍一些YouTube频道 刚开始好玩 好玩 兴趣 你是拍哪一类的 大概就旅游啊 吃吃喝喝这样 不错不错不错 那哥我的有像 我的也是刚起步嘛 对吧 我的老婆也是刚起步也是吃吃喝喝啊 乱拍下拍 不能比不能比 我们这种真的是 业余的业余好玩 不会啊 而且看啊 这样子才不会有压力 对啊就是轻松啊 今天好玩轻松拍才不会有压力 对 我们今天估出来是2021年的 G 两两是不是 对 不好意思没买过 好不好 再下来是第一次 第一次估到这个车子 大鼻孔 我们买过最大的鼻孔是X5 样式不太一样 它应该比较高吧 我觉得 对可是我觉得大小差不多 然后这边有一个贴一个OK帽 在嫌这个OK帽啊 这个大牌的位置啊 其实后来我想一想 其实也没什么其他地方 可以给它放大 其实有车友他是改到侧边 他们有开发一个锁的套件 然后锁在这边 但是我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不是很协调的感觉 那AFA不是都这样吗 对啊 可是装在AFA上面好看 装在这上面怪怪的 就是怪啊 我会想到我那时候讲一件事情 就是大鼻孔出的时候 觉得很丑对不对 看久了越看越帅 久了就习惯了 很奇怪对不对 现在看到说 诶干它鼻孔大还蛮帅的 怎么会这样 一开始出来闲到爆 我们第一次也是这样觉得啊 那时候看照片觉得很怪 可是实测看 诶真的有点蛮帅的啊 对啊 所以我是有一集影片讲 我说这个大鼻孔就先订就对了 再订下去等到来了我跟你讲 就变帅了 莫名其妙 那我们请这个车主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你说你有选配是 有选配什么东西 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电子悬吊 还有 那时候是多少钱电子悬吊 其实我都没有记 反正就勾一勾然后加一加都 有没有 像你们买一台台床 在那这三千那八千 哼 那就 那惨 就设个range嘛 不要超过预算就好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后轮的叉速器 那个选的会怎样 你觉得 你也不知道它原本是怎样 因为我没有开过BMW的车坦白讲 所以我开不出来那个差异 那你前一台是什么车 我本来是Q2嘛 然后这个是买第二台车 那老婆她会开车想说 Q2留给他开 那我自己就再买一台 当时本来是选那个330 Touring 我后来就是先订了 订了之后要去签那个选配表格 对 我去了那天 刚好第一天放在展示间展示 就刚好第一天 被他杀到 对 因为之前我有看过那个媒体照片 我就觉得就还好 没感觉 反正我还是330 Touring 结果后来我们两个一起去 尤其是我老婆 她完全被杀到 你知道吗 这什么车 但一直被她洗 她说你要买 当然买帅一点的 又新的 欸不错啊 老婆还会洗你 我老婆是看每台车都觉得都差不多 我有位置做就好了 她都没差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卖了 因为坦白讲后来搬来清 她就完全没有在开车 我就只有一台车的需求 所以你现在还有一台车 就这一台啊 那后来Q2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奥迪 就是换奥迪不是有比较大的优惠吗 我就换大一点的 因为要在一家 所以你那时候Q2有把它升级 这一台签了以后又升级那一台 对 那后来反而就是这一台真的完全没有在动 就是放在这边 然后时间到开出去达拉美容 那我比较好奇 那为什么留这一台不留这一台 因为这一台需要在家人 这一台没办法 所以后来就决定啊 我发现两台车车牌一样 给你猜为什么 他的那个年纪啊 直接猜到 好不好 这个敏锐度 老江湖老江湖 好那我们来带大家逛一下车吧 那车钥匙可以借我一下 好啊 带大家看一下 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车 跑两万公里 这个刷了它会开出来吗 没那么厉害 出门要再这一拍 这个是外面有保护壳对不对 对啊 它其实没那么大 它本来应该还是那个斜斜的那一颗 只是它后面加了这个保护壳 欣赏一下吧 我们一起欣赏啊 我也是停在外面常看 那那一桩我坦白说 我还真的没有去翻过 其实跟你那个二系列差不多 而且我当初喔 一开始我一直误以为是那个 水泥的那个蓝色 不是我误以为啦 就是我不是说我去了解一下 有没有同意收过这个车 然后我都跟他们说是蓝色的车 他们说没有 那个200就很硬了 怎样怎样怎样 结果从头到尾 他们都以为是那个 有一个很像水泥色的那个蓝色 后来说不是欸 是那种很帅的很亮的保蓝色 他说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 所以我才赶快回你说OK这样 真的啦 那个一个蓝不一样就差超多 尤其这种高价的车 颜色不对就惨 好啦来看一下啦 这个很贵的BMW LED 好来看一下内装囉 你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蛇皮 哈哈哈哈 为什么那么喜欢用蛇皮纹啊 不过他这一次的这个蛇皮纹 比较硬 那之前235的那个蛇皮的那个纹路 比较暗色 比较没有那么反光 所以这一打开 刚好你们这个内装的LED打下去 哇那个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然后这个灯也是后来自己加装 照地灯这个M Performance 欸你生日不会是9月的吧 不是不是 不是齁 没有因为我觉得你车很干净 所以我才猜你是9月的生日 9月是处女座啊 有意见嘛对不对 就是 处女座就比较麻烦 天秤座虽然蛮好相处的 但是有时候呢 也会坚持自己的原则 欸这招很好用欸 要再讲一次吗 看小师长知识好不好 怎样讲星座很准你知道吗 比如说你老婆是什么星座 摩羯 说到摩羯座你会想到什么 不好搞 不好搞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判断摩羯座这个星座就是 摩羯座的人虽然不好搞 但是呢如果遇到真的喜欢的人 他也是很好相处的 我可以讲 有没有 你要先照着这个轮廓下去走嘛 然后再反过来说 先从正面说 然后再把他反过来说 你就变星座大师了 让你一秒钟变星座大师 水瓶座 水瓶座怎么样 赞 这就没有什么但是 直接就赞 欸不是啊 花了20分钟 我只门打开而已 他有选一个全车的黑化 他说包含窗框嘛 然后后照件 前面的那个水箱护照的镀铬 是这个吗 对这个边本来不是黑的 本来是银色的 还有尾式管也是黑的 就除了这个选了这个 差速器跟电子悬吊 还有这个黑化 他后面他自己换了一个黑色的尾翼 对然后里面 里面选的话就是一些 后面预防碰撞的那个安全带 把你拉减 安全带的数据 那也是要选配嘛 刚才就差不多是这样 其实这个车价钱 我们在电话中 接在台中的时候已经谈好了 我们今天是不是说提升成4%了 还是5%了 好客人5%了是不是 我们有在统计我们的客户 真粉跟假粉的那个数量 对啊上次那个有没有 那个前一天打电话来拉1万 我知道 然后这一次我告诉你 我们要变6%了阿呆 为什么 因为他先去估完一样价钱 说小师你要不要 你要我就等你 他真的从台北又开回来 桃园等我 而且我当场压力超大 因为他当场一直被压迫他 赶快叫他卖 因为对方其实牵线的是我认识的业务 我就卖我这个业务 然后他对我其实很不错 我才卖钱 对啊然后他就帮我签这个线 对啊所以我当场其实我对他很不好意思 对啊其实他也不好意思 对啊我对他很不好意思 你看他不是说去那边 哎小师我这边好多少钱你要不要再加1万 你加1万我就回去等你 不加1万我就卖他 比如说嘛 正常操作应该是这样吧 你会自己想开来看吗 当然啊 就留一段时间自己开 我200万花出去了 我不试用看看吗 今天我宜村院都开了 难道我不用帮客人把关一下吗 有道理 有道理 哎你这个的确下地下室不会有点卡吗 我这边是不会啦 我那个就是因为有一次去高雄啊 下那个地下室 因为我看那个其实多度还好 我就很放心给他下去 呱 完了就就那样 心在躺雪 就躺雪 然后这边都有加减有一些 跳石吗 对对跳石 可是你说你少开其实也也算蛮有开的 21000公里其实 因为我每次开都远途啦 比如南部啊 墾丁啊 我还有去过那个台东 通行都这一台啦 哦 啊在家人也都开这台 舒服吧 没有出现比较爽 其实我觉得这台比较舒服 你问我老婆就知道 座位比较大 他每次都说坐这台感觉好像坐那个商务舱 就是很稳 脚可以伸很直 很稳安静 然后又包覆感又比较好 我看BMW一个好处就是 他的椅子可以退到很后面 对然后他那个坐垫比较可以支撑 那这台其实就还好 对你的坐垫有下面的支撑的吗 有啊可以拉出来的 可以拉出来的嘛 对对对对 那我们车好像看完了嘛 你都没考过期嘛 对不对 没有没有 好我们今天有没有再挑战往上 哦对但是跟你讲一声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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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喔 来来来来来 这个下巴是我加装的嘛 然后你看这边 底下有磨到 有一个缺角磨到的 欸你看这很多龟毛 但是呢 我龟毛到什么程度呢 我又去马上买了一支一模一样 然后考好期 放在那边等 我就放在里面啦 到时候就不用怕这一支再怎么磨 就没差了嘛 心情就不会不好了 因为你本来好好的磨到 是不是心情会不好 那你知道你自己有一个UV之后 你就不会心情不好 再怎么磨随便 因为反正我还有一个UV 你可以磨到烂再去买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先买 我就想说限量自己 心情好一点 不然你就是下一台车先订好 也可以 是哦 反正现在车都要等很久 对对对 你在想说啊这个车再怎么样 没关系啦 脏了是不是没关系啦 下一台车在海上的 之类的 像你那台Porsche啊 对啊 哦那个还没做咧 还没做 好啦那我们看完了 我们现在就赶快 因为时间晚 耽误人家用餐时间 我们赶快去把手续看怎么弄 把它搞定 好走吧 哦开回来时间差很多对不对 回来很快的 回来超快的 但是开回来了 我们刚刚在现场真的都没什么看车 我现在回来我才认真看一下 刚开回来路上很好开啊 我们刚连后车厢都没开吗 我们有开后车厢吗 没有 下巴在这里 我要走之前哦 他一直交代我 那个下巴在这里啊 而且还还卡好期哦 备料已经备好了 然后呢 这是他原厂的小尾翼 哎连交车都还在 原厂的小尾翼 对啊他现在改的是大尾翼啊 雙出黑化的排气管 刚刚在那边 他那个两边肉 不好意思给人家开 你知道吗 我现在看到椅子 噢噢噢被电到 被今天电到 他椅子是中间是那种很细很细的 这应该是Arcantara的嘛 我猜 因为他脊皮就是很细 你知道好漂亮哦 白泡泡又明明 哇哇 他中间这个还是蓝色的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PNW三线 其实他一直都把他的下巴 就放在后座了 这开起来 我唯一一个感觉啊 隔音比之前我那台隔音 真的是好很多 四系列果然 他的隔音还是有比较好 隔音比我那个二系列还要好 好啦 对对对 这门打开我这些 哇 M Performance 哇 帅吧 赞 今天这个2021年的啊 G22的430i Kube 双门车款 我们这个在聊天当中 没有看车的状况之下 难得遇到了我们讲的 现在已经提升到5% 5%的好客人 他已经去这个坊间坊过价 而且没有要我们加价 他说小师你可以吗 他也不强求 小师我现在也在这边了 你如果不可以跟我讲 我就卖他就好了 要没有强求吗 哈哈哈 李统华 我已经在护贞事务所 准备签结婚的 你如果不娶我的话 没关系 不勉强 我再在那边签一签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啦 这个真的我们也没买过 我觉得这个大鼻孔的 就像我今天讲的 越看越好看 买回来 花个200万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时候呢 我们拍个推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在路上能见度 也还算蛮高的 这个大鼻孔 BMW 430 到底它开起来 是如何 2021年的 跑2万公里 保蓝色的430i 那时候我问了半天 蓝色价钱 每个人都报200以内 结果人家以为是那个 水泥灰带蓝的那种蓝 所以同意大家都报很低 后来呢 才知道是这个保蓝色以后啊 大家都狂推猛送 价钱一直加 一直加 而且啊 据我所知 这个车你现在去订 至少应该要等个 三个月之半 是没有车的状况 就拼一个 比原厂便宜个几十万 一年车 跑2万公里 原厂保护中 然后不用等车 来试看看这样 啊对 车主的那个YouTuber 有喜欢的也可以去 订阅追踪起来 参考感觉 大家好看 大家就继续看 不免强的嘛 不免强的嘛 对吧 不勉强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这个影片 2021年的 跑2万公里的 G22430i Goubei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喜欢影片 记得订阅留言分享 看下一张下周见 拜拜 我就是觉得蛮好玩的 有这个机会啊拍影片 而且我真的觉得喔 多接触很多新鲜的东西 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 然后聊起来都很开心 像我们今天也是去台中收那个车 那个客户在开餐厅的 然后我就顺便帮他 还有餐厅 他也很棒啊 我讲实在话 像以我们现在的订阅数啊 我们接外面的那个宣传业配啊 都六位数的价钱 一个是我也不想接太多 你如果觉得贵就算 因为我的本业本来就不是那个 你来叫我帮你 业配一个床垫 我要干嘛 20万来好吧 床垫是不是 没问题 我想办法帮你结合汽车 所以就报个价钱 愿意的就来 不愿意就算 筛选一下 今天我也是宣传YouTube频道 哦是是是 对不对 所以六位数我记得 六位数都划算 好不好 比如说要卖220 就210这样子划算 FRODO百年欧系刹车品牌 得您信赖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